宝贝 欢迎来到大波奇思维 在生活的长河之中 你是否常感心潮汹涌 不得安宁 是否被外界的纷扰牵绊 在物欲的迷雾里徘徊 失了本心 是否在挫着面前 心生退役 陷于痛苦的泥沼 难以自拔 不必忧虑 相信你看完这个视频后 便能如在暗夜中得欲明灯 找到那通往内心深处 宁静港湾的通途 重拾生活的真意 以从容之姿 面对万事万物 古得云 心静则国途径 心之宁静 乃生活安详之机事 昔日 有一位智者 法号慧明 他曾言 世间诸苦 皆源于心之妄动 其一生游历四方 寻求解脱众生之辛苦 慧明法师所到之处 献众生被名利所累 被称怒所控 被烦恼所弊 心湖难得成澈 他深知 若要解此困恶 需引众生入内心宁静之境 有一次 慧明法师遇见一位年轻人 名叫子轩 子轩才华横溢 然在追求功成名就的道路上 见世初心 心浮气躁 夜不能美 法师献其壮 便以禅礼相守 如来所说法 皆不可取 不可说 非法 非非法 意在告诫子轩 莫要执着于外在的荣华富贵 一切法相皆空 唯有内心的宁静与智慧 才是真实不灭的 子轩起初不解 法师便引他至一处侵权之盘 令其静坐 观水之流动 思心之躁动 子轩坐了良久 见有所悟 心湖泛起的波澜 见去平静 此事如同尘中目骨 警醒世人 在生活中 我们不正如子轩一般 被种种外境所获 名利如同虚幻之花 看似诱人 实则无常 多少人在追逐名利的途中 耗尽心力 身心俱疲 带回首饰 才发觉 那不过是一场空 应无所住 而生其心 《金刚经》中的这句名言 深刻地揭示了心之自在的真谛 若心有所住 便被外无所付 不得解脱 唯有心无所住 不执着于一切 方能在生活的洪流中 保持内心的宁静 生发出智慧的光芒 法门一 以禅物心 洞察本质 禅血 如同一把智慧的钥匙 能开启心灵的深层觉知 禅者 心也 心中有禅 万物皆禅 深入禅血 可是我们在纷繁的世界中 一眼洞穿失物的本质 不被表象所迷惑 曾有一位企业家 名叫林强 在商海浮沉多年 面对错综复杂的商业局势 和形形色色的人际关系 他常感困惑与疲惫 偶然的机会 他接触到了禅血 通过研习禅 他学会了以清静之心 看待商业活动 他不再被眼前的利得失所左右 而是能洞察到 每一次商机背后的真正价值 和潜在风险 在谈判桌上 他能心如止水 专注于交流的本质 理解对方的需求 从而达成双赢的合作 他感慨道 禅血使我明白 商业的本质不是争夺 而是共生共赢 此例告诉我们 禅血的智慧 能应用于生活的各个角落 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选择和挑战时 我们若能以禅物心 就能超越表面的现象 指抵事物的核心 就像在面对人际关系的纷争时 不被情绪的漩涡牵引 而是以慈悲和智慧化解矛盾 在面对物质的诱惑时 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真正的需求 不盲目追求 如何修习此法门呢 可以每日静坐片刻 在静坐中观照自己的念头 任由念头升起又消散 不加以执着 同时 研读禅宗经典 如《心经》《六祖坛经》等 在经典的智慧中汲取营养 逐渐培养出洞察本质的能力 法门二 简化生活 回归本真 少欲知足 身心自在 生活中 过多的物质累积 往往成为心灵的负担 使我们在欲望的迷宫中 迷失方向 看看那些居住在深山之中的隐世 他们的生活简朴而充实 一间茅屋 树卷经书 自己自足的田园生活 便足以让他们心满意足 他们远离城市的喧嚣 和物质的纷扰 在简单中 寻得了内心的宁静 而在现代社会 我们往往被消费主义所裹挟 不断追求更多的财富 更大的房子 更豪华的汽车 然而 这些物质的增加病 未带来真正的幸福 和内心的安宁 反而 在不断追求的过程中 我们失去了更多珍贵的东西 如健康 亲情和友情 以家居生活为力 我们可以效仿古人的断舍离理念 定期清理家中不必要的物品 只留下那些真正有用 和能给自己带来喜悦的东西 在购物时 慎重考虑是否真的需要 避免冲动消费 如此 生活便能逐渐回归到 简单清爽的状态 心灵也能有更多的空间 去感受生活的美好 法门三 静坐冥想 内观自我 万物静观皆自得 似实加心与人同 冥想 是通往内心宁静的重要途径 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 在其研究和治疗工作中 也常常运用冥想的方法 他发现 通过冥想 人们可以深入自己的潜意识 面对那些被压抑的情绪和心理创伤 从而实现自我疗愈和内心的成长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以每天清晨或夜晚 找一处安静的角落 盘腿而坐 闭上眼睛 深呼吸 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呼吸上 起初 念头可能会纷飞 但不要气馁 只需耐心地将注意力拉回呼吸 慢慢地 心灵会逐渐平静下来 此时 便可开始内观自己的情绪 念头和身心状态 感受自己的喜悦 忧伤 恐惧等情绪 不加以评判 只是纯粹的观察 如此 便能在日常的忙碌中 找到一片宁静的天地 使自己的身心得到修气和滋养 法门寺 专注当下 品味生活 过去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金刚经》中的这句话提醒我们 唯有把握当下 才是真实的生活 在一次查到表演中 茶师全身心地 投入到每一个动作中 从洗茶 泡茶到凤茶 他的眼神专注而宁静 每一个手势都流畅而优雅 观众被他的专注所感染 沉浸在那片刻的宁静与美好之中 茶师在表演中心无旁骛 只专注于眼前的茶叶 茶具和水流 他在当下找到了茶道的精髓 也展现了专注的力量 而在生活中 我们常常在做一件事时 心却在想着其他事情 吃饭时想着工作 工作时又想着娱乐 如此 不仅无法享受生活的乐趣 也降低了工作的效率 我们印象的茶师一般 无论是工作 学习还是休闲 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工作时 专注于任务的每一个细节 力求做到最好 陪伴家人朋友时 用心去感受彼此的情感交流 创造美好的回忆 法门五 坦然挫折 事为历练 一切法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 挫折与失败 本时生活的一部分 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必修课 就如爱迪生 发明电灯 经历了上千次的失败 但他从未把这些失败 看作是最终的结果 而是世卫通向成功的阶梯 他坦然面对每一次实验的失败 从中吸取教训 不断调整自己的思路和方法 最终 他成功发明了电灯 照亮了整个世界 在生活中 我们也会遇到各种挫折 如事业的低谷 感情的失忆等 面对这些挫折时 不要陷入自怨自意的情绪中 也不要抱怨命运的不公 而是要以积极的心态 去分析原因 寻找解决的办法 把挫折看作是一次 磨练自己意志和能力的机会 相信通过挫折的洗礼 自己会变得更加成熟和坚强 法门六 心怀感恩 珍惜所有 滴水之恩 永泉相报 感恩之心 能使我们的心灵 充满爱与善意 也能让我们更加珍惜 眼前所拥有的一切 有一位名叫小萱的女孩 她出生在贫困的家庭 但她从未抱怨命运 相反 她对生活中的每一份恩责 都充满感激 父母辛勤的劳作 老实的悉心教导 朋友的陪伴支持 她都铭记在心 她努力学习 积极向上 用自己的行动 回报那些曾经帮助过她的人 她的感恩之心 不仅使她自己的生活充满了阳光 也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个人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以时常反思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每天清晨醒来 感恩自己拥有健康的身体 看到家人的笑容 感恩家庭的温暖 面对工作的机会 感恩社会的给予 用感恩的眼光去看待世界 你会发现 生活中处处都是美好和幸福 法门七 善用思维 聚焦关键 二八定律在生活中 普遍存在 百分之二十的重要事情 往往决定了百分之八十的生活品质 在时间管理方面 我们可以运用此定律 找出那百分之二十 对自己最重要的事情 如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 维护重要的人际关系等 然后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 集中在这些事情上 而对于那些不重要的琐事 可以适当地放弃或违派他人 例如 一位作家 他知道自己最重要的事情 是创作优秀的作品 所以 他会把每天最清醒 最有精力的时间用来写作 而对于一些社交应酬 家务所失等 则会合理安排或请人代劳 在目标设定上 同样如此 明确自己的核心目标 不被次要目标所干扰 比如一位企业家 他的核心目标是打造一家 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企业 那么 他在做决策时 就会以这个目标为导向 避免陷入一些短期利益的争夺 或无关紧要的业务拓展中 法门八 何光同臣 宽荣待人 海纳百川 有荣乃大 在人际交往中 宽荣是一门高深的艺术 有一次 孔子的学生子 共问孔子 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孔子回答 其数乎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这句名言道出了宽荣待人的精髓 在历史上 唐太宗李世民 便是一位宽荣待人的君主 他手下的大臣魏征 常常直言尽见 有时甚至令唐太宗难堪 但唐太宗深知魏征的忠诚和智慧 他以宽荣之心 接纳魏征的批评 从而使自己能够及时纠正错误 开创了大唐盛世的繁荣局面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也会遇到与他人意见不合 利益冲突的情况 此时 不要基于争辩或报复 而是要站在他人的角度去 思考问题 理解他人的立场 以宽容的心 去包容他人的不足和错误 如此方能化解矛盾 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 使自己的生活 更加和谐 法门九 持戒自律 规范言行 诸恶莫作 诸善奉行 持戒自律 是保持内心纯净 和生活有序的重要保障 在古代 僧侣们遵循严格的戒律 如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等 这些戒律 看似限制了他们的行为 实则是在帮助他们 净化身心 专注修行 在现代生活中 我们也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些规则 例如 在言语上 避免说谎 恶语伤人 在行为上 遵守社会功德 不做损人 不做损人利己的事情 在饮食上 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 不沉迷于酗酒和报饮报食 通过自我约束 使自己的言行符合道德和良知的标准 从而保持内心的安宁和平和 法门时 常行善事 积累福德 善因种下 必皆善果 行善 是积累正能量 回馈社会的善举 也是滋养内心的良药 古有范仲淹 他一生乐善好师 兴办医学 政绩贫民 他的善行 不仅是众多百姓受益 也为自己积累了深厚的福德 他在面对人生的起起落落时 始终保持着内心的坦然和乐观 因为他知道 自己所做的善事 都是在为自己和社会创造美好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以从小时做起 比如 关心身边的老人和孩子 参加志愿者活动 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援助 在公交车上主动让座 在街头为流浪动物 提供食物和庇护 每一次的善行 都是在菠萨爱的种子 最终 这些种子会 在自己的心田 尝出善的果实 使自己的生活 充满善意和幸福 宝贝 此十个智慧法门 犹如十盏明灯 照亮你寻找内心宁静的道路 生活恰似一片大海 有波涛汹涌之时 亦有风平浪静之日 只要你秉持这些智慧 不论遇到何种境遇 既能心如止水 自在从容 从此刻起 勇敢地迈出实践的步伐 先从简化生活着手 心理杂物 净化心灵空间 每日安排冥想时间 与自我深度对话 做事专注 珍惜每一刻当下 以感恩之心面 对生活 以宽容之情 待人接物 持戒行善 善用思维 相信你定能 在这喧嚣的世界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港湾 遇见更好的自己 拥抱充实 宁静 且有意义的生活 喜欢大波奇思维 不要忘记订阅 按赞 收藏 转发呀 下次见